剛剛在說的,我們要想辦法振奮我們的精神,要增加我們的能力 超級B真的不可滑絕在這方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種製作 其實我是用了音樂器才開始懂得吃超級B的 因為之前我懂得吃維他命B的時候,就是因為我有一個親人 他經常都生肥脂,就知道吃B6是能幫助生肥脂 那時候我的親人就吃維他命B6,單單吃這個 之後我就知道,原來長期都是吃素的朋友,他們很少吃紅肉 他們是需要吃維他命B12的,我就知道有些人特別會買維他命B12 但是我就不知道原來超級B,或者維他命B12是這麼重要的一件事 很多時候,如果你的腦部想有支援,血管得到支援,想你的Cognitive認知有支援 甚至你的心情,如果你覺得這些方面都需要有支援的話 你都應該是吃超級B,這個我和Grace都是親身體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原因是什麼呢,因為維他命B在我們身體上經常都不停流失 因為它是水溶性,我們在水流出去流汗、尿液的時候,它就會離開了 我們雖然可以在食物裡接受到、接觸到、吃到、吸收到 但是我們經常吃的processed food,基本上它會破壞維他命B 我們如果有很大的壓力,也會破壞我們身體內有的維他命B 就會消失,它就會減少,是需要用這些維他命B來補充我剛才所說的事 去對付一些外來的物體,就是processed food,或者是我們的壓力 所以你可以想像到,我們不停接收stress to my process 我覺得每個人都需要吃維他命B,這個維他命B和外面的維他命B集都是一樣,都是有1、2、3、5、6、7、9、12 這些都是有齊的,如果你不清楚的話,維他命1、2、3、1、2、3都可以幫助我們將身體的carbs去轉化成glucos 然後轉化成能量 所以經常都說,只要你很夢想,你經常都很累,你試試吃維他命B 就是這個原因,因為這是維他命B很大的一個功能 在身體上,另外維他命B很大,它是幫助我們身體建造脂肪肝 以及去建造Helmoglobin Helmoglobin就是幫助我們身體運送養分到處去的,它可以幫助建造這件事 所以為什麼會對我們的心血功能有好處,有幫助 還有可以幫助有些朋友如果是有貧血的話,或者是缺鐵 是的,缺鐵,都說吃維他命B,超級B可以幫助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除了維他命B5之外,其實維他命B9 一會兒會說的,都是可以有這個幫助,可以幫助Helmoglobin和Rabbit cells 另外,維他命B6,我想大家都知道,剛才也有提到 維他命B6其實是可以幫助我們身體建造,做neurotransmitter 即是我們腦中的通訊就是neurotransmitter 即是我的腦要跟這個腦聊天,或者這條神經事件 跟這條神經事件聊天,就需要neurotransmitter 它會建造,它會用到維他命B6做Helmoglobin DNA和平衡我們的荷爾蒙 因為做DNA就是做荷爾蒙,可以幫助我們平衡 如果缺少了,做不到就會缺少荷爾蒙 其實他的工廠那條工廠線就是這樣建造出來的 非常清楚,非常多廣泛的事情包含 我真的覺得在這個時候,每個人都很需要 是的,或者說一下為什麼要用Super B 和其他在售貨店的維他命B有什麼分別呢 最大的分別就是它的維他命B9 是Boliate 大家都知道如果我們懷孕的時候 是需要吃這類維他命B9去幫助小朋友的腦去發展 因為其實剛才也說過,維他命B9可以幫助我們腦的健康 那些發展需要到它 而街買的維他命B9,它是Folic Acid 是在實驗室製造出來的Folic Acid 而Young Living這一種就是Folate 它是一種天然的Folate 它是用一個檸檬來造出來的 而且如果你在街上看到Folate 它不一定是用我們Young Living的方法 Young Living的方法是什麼呢? 檸檬皮加水就可以造成Folate 這是一個非常崭新的技術 在街上,我不知道在哪裡 其他的地方可能會很差 因為他們沒有這個科技 他們沒有這個方法 所以他們可能要用Solate 或者是Cemical 去將檸檬皮裏面的維他命B9 去拿出來 而Young Living這個 如果大家知道 維他命B9是怎樣做的話 你會知道 只要是水加檸檬皮 就能做到 是一個非常崭新的技術 然後維他命B12 很多時候你在街買的 看到它的瓶 它的名字叫Cyanocobalamin 它裏面中間的瓶 裏面中間的瓶 裏面中間的瓶 裏面中間的瓶裏面 裏面中間的瓶裏面 就是一個山埃的瓶裏面 但是 Young Living這個瓶裏面 其實是Methyl 是一種最天然的產品 我們全身也有 泥土也有 植物也有 環境也有 為何會用Cyanol 就是因為它便宜很多 但真的便宜很多倍 就是這樣的分別 當然 你說 既然可以給你賣的 當然 應該也是安全 也無所謂 你要想 你會不會想 每一天 當你吃維他命B的時候 都在攝取這件事 這個是會有一個分別 當你知道原來有一件 是Methyl 是沒有毒的 是天然的 和另一個是有Cyanol 在裡面的 一個分子 這個決定 其實我覺得很容易去做 所以B跟其他維他命B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它的Synergy effect 在維他命B裡面 除了有剛才我說的 它還有很多Trace Minerals 在裡面 我告訴你 有什麼 Megnesium Megnesium 包括Cyanol Cyanol Zinc 全部都可以幫助 這個Vitamin B 去跟身體的組織配合 這個就可以加強我們身體吸收它們的能力 另外 Megnesium 可以幫助我們的骨頭 去成長 所以當我正在研究 這個肌肉和肌肉痛的時候 Superbee是一個非常大的補充 是要說的 如果有朋友 他有坐骨神經痛的話 Superbee Sulfur Sign 和Omega Gines 這個混合體 這個配合 就是基本上 是可以幫助這個情況 因為Superbee 剛才說的 跟Nerve 是很有關係 Sulfur Sign 是幫助身體的組織 Omega Gines 就是幫助神經線的癒合 所以如果有朋友 有Satica 你可以給他介紹 Superbee 是一個非常大的補充 去配合它的治療 實在是非常清楚 實在是非常清楚 可想而言之 其實真的對我們非常重要 我知道 凡是Young Living那些 有一個Super字 就代表它不單止只有B 那麼簡單 還有很多東西 所以才叫Super 不只是叫Vitamin B 所以大家把握這個推廣 去試一下 你試了 你會感覺到很特別的 很明顯就是 我以前還沒吃之前 很多事情都需要睡覺的 但是我覺得 用了Superbee 我真的精神了很多個人 就是能夠用到出來 不再是覺得很困難的感覺 所以我會覺得非常建議 我都覺得 升級是很幫助我 是是 非常推薦 這個 說到升級 都不一定要再提一提 最後這一支精油 真的 哇 大家也很需要 很需要 我剛才這麼興奮 振興地說了 讓我現在 平靜翻 大家聽過名字 都已經知道是什麼 那它的味道 很特別的 它有Vanilla 在裡面 Vanilla Cedarwood Lime 還有它有一個 好像很辣的感覺 就是 Occotea 然後它還有Lavander 這些全部都是幫助我們 放鬆心情 在什麼情況可以用到呢 如果我 如果我要去一個 接下來要去一個很緊張 例如會議 或者一個緊張的場合 我就可以選擇用這個 又或者如果你想做 meditation 你想放鬆心情 你可以擦在心裡 或者擦在這個位置 它幫助你放鬆你的微心 你可以舒緩 可以很快地進入 可以幫助你進入狀態 可以舒緩 可以放鬆 可以放鬆 可以休息 可以睡覺 那這個 你一聞到 你就知道我說什麼 就是這樣的感覺 嗯 這支產品的產品 就是還沒有散發 圖片 另外那支 就是已經散發了 嗯 但是 Stress Away According to eRDO 你都可以 Needs這樣用 嗯 是的 是可以的 他那個 剛才反而 Statia Spearman 那些 他就會提議 是半個半個 你一開始試用的時候 即是50 50 那這個就可以 當然 我都提議你 是一開始 都第一次用了一陣 VSIC 先塗這個 那你覺得 沒問題了 你才可以 以後就可以 這樣塗 有時候太壓力了 所以馬上 要用的份量要很多 是的 是的 以前其實我不喜歡聞的 但是現在好像好很多 我都記得我最 stress 那段時間 我是覺得很醜 很難聞 是 是 乖 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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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kol Etsic 你越覺得她挺難聞 會底部 所以就越好 好像好一點了 一個測試 我都會久不久就要拿來用 特別現在居家太多時間 困住一家人 很多時候自己一擔心就要來 是啊 我這個都放在桌面 我桌面有這支 然後加了FrankenSense 不是加在一起用 但是它放在桌面 因為感覺隨時做一下 就要聞一下 這些可以放鬆心情 舒緩神經緊張 那一天我就會放在桌面 好 謝謝 謝謝 好 那我們說